我們在簡報15頁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教學錄影還有網路攝影機的 一個應用 那首先我先介紹我現在在現場用的這個 你有沒有感覺我們剛剛放大縮小 或者我希望能夠同時看到 老師跟同學的畫面 有沒有可以兩個一起進來 對不對 很方便 那當然老師也可以把另外一個鏡頭 比如說如果我們是食物投影機 可能老師有手做的 需要手操作的 比如說皮雕啦 或者像我用物聯網的部分我們需要 剪接一些電子零件 那我是可以有人又有手的畫面 這樣子就看得比較清楚 那麼 這個軟體 的名稱就是我們在下面的 一針你還要把自己拍進去你有沒有感覺這樣很厲害 哈哈哈哈 我有幫你放大一點 哈哈 好 所以 這個軟體就是我們剛剛在看簡報裡面的下面這個 叫 V-director light 這也是Vsonic的 就是 下面大家有看到三隻鳥有沒有 這個品牌大家有沒有對他有什麼 既定的印象 就是賣螢幕的對不對 對 他以前的 感覺就是硬體廠商 但是各位 你看到我的AI小幫手 看到我的這個網路攝影機的這個工具 因為他們在轉型 賣硬體很辛苦 對不對 但是呢 軟體的部分 一定要有不然你沒有發揮的空間 所以 他們現在有推出這個那這個是免費的 只是這個只有Windows版本 這個Windows版本 那 他 這個軟體也是我目前看過 最方便就是像我們這樣切換 你看 我如果只有單一個 單一個也沒關係因為 我按一下有沒有就切換到同學的畫面 按一下有沒有切換老師的 也就是說以前我們用的這種網路攝影機工具通常比較麻煩 也許功能很多 但是你要像這樣很簡單的切換 好像我還沒有看到 目前只有這個那麼方便 好那 既然剛剛跟大家講他是免費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進他的官方網站 去下載 好 也可以 就是我剛給大家裡面已經有了 您可以把他安裝起來試看看 好吧 那個軟體的名稱在這邊 有一個叫Vdirector Lite 最下面 有沒有看到他的名稱叫導播機 因為其實他有點類似 就是 我們另外一個 我常常用的 OBS虛擬攝影口 好他就是等於說軟體端 那我可以做比較多的 這個 影像合成的一個效果 可是呢他是比較簡易的 但是我覺得操作起來 對一般老師來說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就看你有幾個 網路攝影機 原則上他最多支援兩個 好最多支援兩個 來老師 您可以先把他安裝起來試看看 現在大家安裝完了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喔 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按一下 好你可以先到這個設定這邊來 好Setting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Setting 好首先第一件事情你點到 Source 也就是你的來源 他去偵測一下你到底有幾台網路攝影機 像我這邊比較多台 我總共有三台真的加上一台假的 所以呢 你要給他看哪一台你就自己 把他像我這樣按下去就好 好了之後呢這個 視窗就可以關閉了喔 這個視窗就可以關閉了現在你可以到layout這裡 他就這個三個功能可以 要嘛 沒有網路攝影機 要嘛一個要嘛兩個 當然如果你只有一台兩個也可以 只是兩個都是你 這樣了解 好所以 你今天要一個沒有的有沒有我就關掉一個的 兩個的有沒有就各自獨立出來了 那 不管你有哪一個你就在上面 滑鼠你可以直接拖曳 滑鼠滾輪有沒有就放大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突然發現原來老師站在 螢幕上面 還蠻容易的 那我為什麼會喜歡站在 把老師的畫面 放在我們的 電腦上面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 或者我們遠距的時候 平常 會議的時候不是都會存取你的網路攝影機跟麥克風嗎 如果 我看畫面的時候還得把那個那個部分打開 事實上 比較麻煩 那老師呢就直接出現在螢幕上 你喜歡出現在左邊 喜歡出現在右邊 是不是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視訊會議的 是不是就不永遠都固定在那裡 那如果比如說我要特別強調我的動作 我是不是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放大 就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的講解的過程 這樣 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我會蠻喜歡用這種方式來做 就是課堂上的上課 因為 我的課雖然是電腦操作比較多 可是我們在 示範在講解過程裡面 如果能夠讓同學同時看到老師的 比如說臉部的表情跟肢體的動作 這個對他在理解 我們要傳達的訊息內容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看 我有 字幕 可以幫助他視覺 再更 清楚一點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聽的時候 尤其戴著口罩 老實講我們戴口罩的時候 那個辨識度 正確率會下降 你如果用iPhone 應該會很清楚 Android也是一樣 就是戴口罩的時候 正確率會比較差 那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肢體動作平常 只有在螢幕上是看不出來的 你必須把自己呈現在螢幕上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是真的很方便的一個小工具大家可以 做個參考 那他都是免費的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就是有 軟體版權的問題我們今天介紹通通都是免費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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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